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春天是吃野菜的好季节 很多人一到这个季节都会去买一些野菜 用来泡水喝或者是炒菜吃 那么今天,李医生就为大家推荐一种野菜 这种野菜不光可以用来吃 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治疗身上的多种病症 它就是车前炒 这个车前炒啊,名字听起来虽然陌生 但只要我们看见它呢,就会发现自己其实经常见到 车前炒呢,性格坚韧 草地沟边,河岸湿地,田边路旁啊,都可以生长出来 全炒都可以用来日药,治疗多种病症 那么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李医生一起来了解一下 车前炒的各种功效 第一呢,止咳去痰 这个车前炒呢,对去痰有着明显的作用 车前炒的去痰作用呢 时间能够维持在6到7个小时以上 如果您经常磕嗽或者是痰多 用车前炒泡水喝呢,是不错的选择 第二呢,清热力尿 这个车前炒呢,刚含滑力,可以清热、力尿、消肿 效果呢,和这个蒲公英、阴层、日子、金钱炒等等中药材相似 都有着增强清热力尿的效果 泡水尝喝啊,有缓解尿路感染的作用 而在十一新建中记载 车前炒呢,有治疗、尿血、生痛的作用 第三呢,抗炎解毒 车前炒,性寒 所以呢,有消炎止血和解毒消肿的作用 在古代呢,人们受伤就会用这个车前炒进行包扎 用于消炎的这种情况 当我们有这个烟头肿痛或者上火等病症的时候呢 喝一些车前炒泡的水呢,都是有好处的 第四呢,治疗痛风性、关节炎 很多这个年纪大的人呢 都会有一些关节炎的问题 车前炒对此呢,就有很好的疗效 车前炒泡水喝呢 每天喝两次,长此以往啊 病症就会有所好转 第五呢,提高免疫力 这个车前炒呢,含有多糖的物质 可以给予人体更多的能量 泡水长喝呢,有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最后呢,理医生要提醒大家 车前炒的作用呢,虽然很多 但却有禁忌 像肾气虚脱、肾虚精华 或是内伤劳损的人呢 都不是以服用车前炒 有这些病症的人呢 一定要避免服用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呢 请帮你医生在视频下方 点赞、订阅、点亮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呢,把它分享给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收益